秀船医疗集团是否会毁于一旦呢 这是秀船医院金船驾领健保费 涉及被戏侵占等罪 那么尽管总裁黄明和在昨天获得重金交保了 可是后头还有硬仗要打 昭华的检方已经决定不抗告 但是要追查秀船涉嫌逃漏税 开假发票等弊端 好 因为呢 秀船医院是社团法人 99%的股份是黄明和跟家人持有的 依法可分配获利 但是必须要课征17%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检调跟国税局怀疑 由秀船炸这个技术性的来逃漏税 那么他们成立的建活人头公司 也可能利用不实的会计凭证 像是用假发票来制造进货时事实 现在都要检调一一的来调查理清